华联市中华路平交道路口 日前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有辆轿车行进路口时 不但没有一号制灯减速停车 反而是像保龄球一般冲撞前方整群的机车 最终造成三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 平交道路口气机车一号制停等红灯 白色轿车突然撞进整群机车里 无缘无故被撞的机车骑士还心有余悸 有刹车吗 没刹车撞到 没有 完全无预警 没有刹车啊 完全无预警 因为我感觉到说感受到的时候 就是已经蹦了 我倒下来我一直叫前面的人赶快走 我看他这样子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识 因为他已经撞到人了 然后他又一直在移车一直在移动现场 就是刹车车车里没有办法 把地撞到前面的摩托车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被撞的一群机车当中 有三个人受伤送医 幸好通通都只有擦挫伤 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月三号上午十点多 花莲市中华路上的平交道路口 一辆轿车没有刹车 直接冲撞停等红灯的整群机车 造势的66岁阳性驾驶向警方表示 自己的汽车刹车故障 才会造成这起事故 疑似征道行驶且未注意车前状况 罪状前方停等红灯支三部机车 导致三部机车驾驶皆有多处插错伤 经送医诊之后皆无大碍 警方对造势驾驶酒车后 确定没有酒驾 至于造势原因是机械故障 还是人为疏失 警方还要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赵宝达